凭着不服输的斗志 再加上七代偶像林丹亲自颁奖 马来西亚11岁华裔男童黄浩轩远赴中国 参加林丹杯羽球赛 一路过关转将 夺下了青少年组别的南丹冠军 最终得偿所愿 从两届奥运南丹金牌林丹手中 接过了冠军奖杯 甚至还和偶像联手打了一场双打表演赛 6岁开始打球的黄浩轩 是于7月14日起一连三天 在父亲兼教练黄瑞坤的陪同下 到中国湖南陈州参加林丹杯 这是黄浩轩今年的第一个国际赛事 原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想到最后带回了冠军 黄瑞坤透露 在比赛结束后 林丹带着夺下10到11岁组别冠军的黄浩轩 另一名中国前国手鲍春来则带着9岁南丹冠军 双方进行了一场15分钟的双打表演 让浩轩雀跃万分 黄瑞坤补充 孩子视林丹为偶像 所以打球风格也类似林丹 曾经是冰城周首的他 育有三名孩子 但只有长子黄浩轩对于球有天分 因此他也对孩子寄予厚望 梦想孩子长大后能够冲击奥运 世界锦标赛和全英赛这世界雨坛 三大殿堂级赛事的荣誉为国争光 人称达多斯利维大的粉红女富商 拿多斯里哈斯米查奥斯曼日前出席2023年吉隆坡时装周时 为了迎合品牌的设计理念 穿上了全银色服装 引起全场瞩目 不过他的造型就被网民野鱼像太空人 也有人说像是路边摊烤鱼用的铝箔纸 还有人笑说 感觉快无法呼吸了